好继续来看到花莲市的重庆路信仪街口的花莲县原住民公教会馆 闲置市超过了15年以上 四层楼的建物也经过台湾省土木祭师公会 鉴定安全的系数不符合 已经成为围楼 那么该何去何从呢 多位议员也曾经在议会当中是频频的提出质询 为此呢 31号上午县议会财政小组是前往县地会刊 要求县府的原民处要加速的拆除 重新规划未来的用途 花莲县原住民公教会馆 先至超过15年以上 历届议员们每次在定期会上都会提出质询 为此31号的上午县议会财政小组召集人黄兴 以及多位议员也前往县地考察 并听取原住民行政处的说明相关进度 不过让议员们不解 这栋建物屋林超过40年 也经过了台湾省土木即是工会 鉴定安全系数不符的围楼 为何原新处不在这一次04 03地震 向中央提报一并拆除 如今现在要拆就得必须动用到现预算 那我们在0206甚至于这一次的04 03 我们都有机会让这一栋楼 或许经过检测以后可能会是黄丹的这种方式 那我想这个时间上也已经过去了 县政府的一个横向的引起 你们要落实 因为好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建设处你们应该请它来协助你们 那经过了这么多次的地震 大家要知道这么多的地震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面墙 也这么严重的一个跃痕 这样看都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它什么时候会倒下来 这次几年来我没有感觉到 你们有觉得这是你们在管的财产 那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如果你分离它更多原住民文化精神 我相信是会带来文化 光光克莱花里很重要的一个标题 那我不晓得你们现在的列管机制是什么 列管十年动于衷 这个是蛮让我们来看过之后 听完简报之后很大的惊讶 一直以来却没有活化利用 没有积极去处理 到今天占那个违规战户的部分 占用户的部分现在才要处理 然后整个大楼在0403大地震以后 其实它早就可以报尾楼去拆除它 用工部门的钱 那现在它没有报的话 都现在用自己县政府的预算来拆 或者是中央再来申请预算来拆 是很可惜 那拆了之后呢你要做什么用 你都必须要先规划嘛 那规划之后你才去拆 然后规划做什么 我相信有一个期程有一个 那将来才有希望说我们做什么用 不会浪费这个地方 它努力的空间很大 我们会继续站在议会的立场 来监督他们 也协助他们尽快的去做完规划 然后去找到财主来继续使用 而陪同前往的 那县政府财政处长刘台文表示 若拆除之后 会建议朝向公共造产方式来处理 建议还是先把房子拆掉 成树地我们再来研究下一步 因为如果短期的话 可以当提这场使用做公共造产 那将来再提计划 就是我们如果有金费许可 再来可以研究 随后一群人也前往 花莲市复兴街39号 县政府闲置空间土地 以及华人国中水莲分校 进行厌务考察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导